十月底的最后一个周末是澳洲的教师节 许多家长都会在这个时候赠送小礼物给老师们 表达感谢之意 位于布里斯本的昆士兰台湾中心 也举行了禁师联欢活动 代表财委会感谢老师们一年来的辛劳 也期盼昆士兰的华语文教育能够蒸蒸日上 为了庆祝澳洲的教师节 昆士兰台湾中心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 举行禁师联欢活动 现场还设置了乔委会华文教材的展示 吸引许多老师在一旁翻阅 当天驻布里斯本办事处长赖维中 乔务委员黄素珍 温景文 卢淑媛 华航 长荣航空等都大力赞助摸彩奖品 感谢海外老师推广华文的辛劳 活动首先董又文主任 代表乔委会祝福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感谢大家长期为华教付出 并协助办理华策 推动各项文教活动 此外他也感谢世界周报 昆谢兰日报和大纪元时报等华文媒体 赞助华文教育及文化活动 这些报纸也都持续帮我们做推广宣传 让大家都可以知道说 有这些活动在进行 所以我们要感谢这些华文报纸 总主任也颁发了 乔委会奖励资深乔校教师奖状及奖励金 给任教达十年的资深教师跟昆谢兰华语文教师联议会志工 并说明乔委会以恢复工艺乔校教科书与习作本 同时介绍最新华文教材学华语向前走课本与练习本 随后大家一同观赏2016海外民俗文化 总子教师培训班活动花絮 以及昆士兰地区文化教学总子培训班成果影片 当天每位参与教师都获得实用的1000字说华语 和乔教双周刊核定版光碟等教材 并享用丰富美味的台式料理 度过一个充实欢乐的教师节 台湾宏观电视陈俊阳 澳洲布里斯本 采访报道